不要贪一时利益,要想得长远,命中是你的财富,你通过更好的方式去得来,合法经营,合理赚钱,既能帮助别人,又能成就自己,还可以不担因果,这是一举三德。 如果你通过不合理,不合法,康蒙拐骗的方式去做,你是一举三不得,将来单因果,不是畜生到,就是地狱里边生活,所以我们要明理,要开悟。 不明理,不开悟,你同样是在奋斗,钱没有增加,恶业却增加了,明理了,开悟了,你赚钱没有减少,功德和福德还增加了。 所以有一句话叫小人冤枉做小人,恶人冤枉做恶人,恶人也冤枉,小人也冤枉,费尽心思,太累了,每天想着怎么去坑人,坑完人,心里边还要承受自己良心的折磨,还要接受别人的唾骂,将来还要在三恶道受苦,关键是利益并没有增加。